据法新社3日报道 俄罗斯打算派代表团赴纽约参加本月晚些时候的联合国大会 但截至目前 美国尚未为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 俄方已就此向联合国秘书长表示震惊 报道称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叶边甲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信中写道 截至周四 俄罗斯主要团队和先遣队的56名代表中 没有一人获得美国入境签证 涅边甲说 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准备搭乘的航班上 随行记者和机组人员也存在类似情况 拉夫罗夫逆于9月20日至26日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这更令人震惊 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 美国当局一直拒绝向一些被指派参加联合国官方活动的俄罗斯代表发放入境签证 涅边甲补充说 签证发放是公道国的法律义务 而不是权利或特权 根据1947年的一项协议 美国不得阻止联合国成员代表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 今年2月俄乌爆发冲突后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拉夫罗夫等人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禁止他们进入美国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称 美国认真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国的义务 但他不会对个别案例发表评论 因为根据美国法律 签证记录是保密的 为了确保及时处理 我们反复提醒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 就像我们提醒其他所有联合国代表团一样 美国需要你们尽早提出申请 这名发言人说 他将签证拖延的原因归咎于莫斯科 强行终止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内当地和第三国雇员的工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名女发言人则表示 正与美国就1947年协议下的规则进行密切接触